我們走一個好來走一個 應該是我敬二位老總 來來來再買一個好酒量 謝謝楊總 來來來我們再英國拿一杯啊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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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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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楊總喝酒怎麼能不帶上我呀 顧總咱們一塊走一個 各位老總我先去一下洗手間 喂小哥 你吃完飯了沒 我來接你好不好 哎呦祖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行嗎 我這結束就回去了 你說你一會一個消息一會一個電話呢我 我工作呢我 你吃完飯了 若男 若男什麼若男你和他在一塊兒 啊沒沒沒事我我我先掛蠟芒呢 若男真是你你你怎麼喝成這樣啊 哎 李霄你們在幹嘛 小微 小哥 這就是你不讓我來接你的原因嗎 我俩我哪碰巧遇到的我我 若男 我和肖哥已經在一起了 你能不能離他遠一點 你幹嘛呢 凡小微 哎 若男放開 怎麼樣 他們都認識嗎 若男 我真的不希望破壞我感情的人是你啊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或者你打我 你罵我 你怎麼開心都好 只要你願意放過小哥 凡小微你閉嘴吧 你誰啊你 他怎麼喝成這樣 你憑什麼沒帶他走 質問別人的時候看看自己有沒有這個身份 他怎麼不聽得到 怎麼突然叫我出來喝酒 我在家陪你寶寶了 別提他了行嗎 一提他我頭皮都犯了 我看人家 願意給你做愛心臉刀 最常温暖的挺好的嘛 一天 光电话汇报就不下二十通 恨不得牵手眼睛在我身上 只要我和别的女的多说一句话 就做的没完没了 我都快被搞疯了我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这种窒息的感觉 哟 有人这是怀念前女友啦 顾总 吴经理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艾崇展就照这个执行了 嗯 总体看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啊 细节上面还要再细分一下 这样 洛南 你过来协助一下贝加 把这个项目负责起来 其他人呢 就听洛南跟贝加的安排 好吧 顾总 这不合适吧 他一个新人 新人怎么了 你不是从新人过来的 我觉得他这个新人挺优秀的嘛 那沟通能力 发现问题的能力 对不对 按我说的来 还有 顾泽 你那有没有这个新的项目 如果有的话 都带上一点洛南 啊 其他人还有事吗 散会 好 好 中南 一会来我搬过水一下啊 好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你可千万别说 嗯 哼 进来 顾总 哦 把门带上 顾总 你找我 顾总 对 坐吧 来 看看吧 爱重展 今年的规模 比以往都大 你看一下 以往展规的资料 所以今年品牌方 是打算用地推 加线上推广吗 啊 对 这次 这次品牌方 如果觉得活动比较成功的话 他们会在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 再做一次复制 到时候 也是公司来做 江总负责 谢谢顾总信任 我会努力的 你是很有能力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如果我贸然把项目交给你来负责的话 我是很有压力的 对不对 你刚才已经看到了 公司同事 是有意见的 我会努力 不辜负顾总的信任 证明给其他人看的 证明给谁看 谁又需要你的证明 你证明给我看 我才是那个能帮助你的人 顾总 你不要这样 顾总 顾总你放开我 你 你什么事 啊 那个什么那个 集团的金总长年有点事要的 又救了我一次 应该的 我今天看你进去这么久啊 就不太对劲 还在办公室呢 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大胆 经过我这么一闹 他以后应该也不敢了 但是你自己啊 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 出了事 尽管找我 谢谢你 我一定不会再让他骚扰你 谢谢 哎 嗯 那 你现在有空吗 要不要上去坐坐 既然你不让我跟你说谢谢 总得给个机会 请你喝一杯吧 乐意至极 走 小哥 陪我看个片吧 你干嘛呢 没干嘛 你要看片啊 看什么 你手机刚刚在看什么呢 我也要看 真真真没有什么都没看 看不看片 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 给你看什么 你看什么我看什么呀 反响给你到底有完美吧 我是你女朋友为什么不能开你手机 还是说你真的有事情瞒着我 我成天被你看的和什么似的 我都有什么事瞒着你 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 你给我看看 我今天就是不给你看了怎么着吧 你成天这样做天做地的 你对我有个意思信什么你 真说不了你了 小哥 嗯 你说的对 下次他要再敢 你就废了他 你放心 我一定会重在你前面 那时候 不准再说谢谢 你的点好奇怪啊 干杯 我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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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来干什么 我心情不好 有点难过 你能不能 他怎么在这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自己吧 你不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该来的吗 关你什么事 你谁啊你 若南 咱们两个之间的事 跟这个陌生人没有关系吧 那咱俩已经分手了 我怎么样 我家里有谁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还有事吗 没事先走吧 若南 你现在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吗 小薇 小薇受伤进医院了 好了 好了啊 包好了 伤口不要碰水 几口 小薇 没有 若南 你和萧哥怎么一起来的 听说你受伤了 以为很严重呢 所以来看看 你还关心我 你可别这么想 我这次来呢 也是想借机 跟二位 把话说清楚 虽然你们做的事情 我无法原谅 但看在一往前一的份上 就让一切到此为止吧 若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感情的 我之前真的一直都没有同意萧哥 但后来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两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是不会快乐的 我是帮你啊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说出这样一番话的 我发现我真是不了解你 算了 不重要了 以后也别联系了 省得给彼此添堵 李萧 有些错误犯一次就够了 好好对小薇 别再来烦我 肖哥 这个方案上也写了 我们这个项目的预算呢在200万 这个具体 这个项目谁写 这个预算是我算的 方案是我让段若南帮我写的 你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问题 顾总 这个预算 我是按贝加姐给的数字填的 那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了 数字后面的单位呢 是两百万人民币 还是两百万美元呢 原子被你吃掉了吗 你知不知道 数字后面没有单位 很容易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 知道吗 这种低级错误 连实习期的员工都做不出来 对不起 是我太不自信了 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你赶紧查一下 这项目还有没有其他的错误 如果有直接走人 什么玩意儿 给我 ass жел ha 宋主 你好 好 好 刚род 到 人 他 有个人 勒 不要 公司啊 只有你点罪的 进我办公室 可以不用关门 我 委屈了是吧 还是我妈这么的 是我做的不好 但是顾总您能别离我这么近吗 领导关心下属 怎么了 没问题 我不习惯 段若南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的试用期还剩下一个月 如果你在试用期 被公司开除了的话 请问哪家公司敢用你 不过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不仅可以让你快速的转正 还能让你管理整个策划部门 我看了你就是心里有鬼 一边瑜伽喂鸟 一边激情作祟 难搞哦 小哥你去哪了 我一个人在家很害怕手也很痛 你能不能回来帮我上药啊 你又来干什么 该说的话 在医院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最近我每天都很想你 你喝酒了 若南 我这段时间过得很不好 我一时昏了头 你能原谅我吗 可是我现在过得很好 上次说的话没记住是吗 那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 不要再来纠缠我 若南你别疯了 我疯了吗 你 你干什么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对不起 我只是不想失去你 李小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跟你 结束了 没有结束 若南 我 我对小费只是错觉 我一时混了头了 我 我不爱他 我爱的是你若南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爱你 之前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若南 行了 你别说 我想进去 你好想进去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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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对我多重要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一次就一次 就一次机会 我跟你没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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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再跟着我 我就报警 若南 我现在回去就和小月分手 叫没有我爱你 我想清楚了 我们不合适 还是分手吧 小哥 你回来了 嗯 小薇 我有话要对你说 小哥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 这几天我想了想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是我做的不好 我不应该那样看着你 让你觉得没有自由 可是小哥 我真的太喜欢你 太害怕失去你了 我怕你对我只是一时接近 转身就会回到若南身边去 但是小哥 现在我想通了 你就是喜欢我的 你也一定会对我负责的 所以 我以后不会再那样看着你了 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 若南 我现在就回去跟小月分手 叫没有我爱你 想什么呢 担心顾红的事啊 不用着急 一会儿就要让咱们善良就来 你想办法让顾红说出心里话 记得 不用手机录音 到时候我会帮你证明的亲爱 谢谢你啊 那我这么大分钱帮我 又说谢谢 不过 你要是能落实到行动上 我还是会挺开心的 什么行动 若南 我知道现在这个时机 不是特别适合 但是我真的已经等不了了 上次在你家 我就想跟你说 我喜欢你 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 你真的太突然了 你给我点时间 行动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顾总 你约我来干什么 我 之前的事 是我做的不好 我是特意来跟顾总道歉的 你之前踢我那一脚的时候 你不是挺带着的 我年少不懂事 做事太冲动了 顾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计较了 这是 就是你道歉的诚意啊 啊 那顾总您的意思是 少顾我装上 你既然约我到这来 你就别给我装矜持 啊 那 我们这样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 只要你跟我 之后公司所有的大项目 我都交给你做 半年内生理当经理啊 可是顾总 您有老婆啊 万一你老婆知道了 我听说她好像还是金总的妹妹 什么妹妹啊 公司是我是不是算的 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啊 我老婆 我脸光泼了 啊 啊 我父老婆 我才让 我 你竟敢背着我在外面偷人 老婆 啊 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 老婆 你到底是什么回事 没大没大没大 你们给我滚开 你们害我是吧 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 老婆 你再说啊 老婆 你说谁活了眼婆呢你 我没有说你活了眼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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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我看你敢敢窗口 我 你敢敢吗 总之 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 顾红 因骚扰公司女同事被停职 我会暂时任总经理一直 直到新任总经理来为止 还有啊 最近有很多人 在背后乱猜测 瞎议论 说了很多若男不好听的坏话 既然现在事情都清楚了 我希望可以主动站出来 跟他道歉 若男 我之前以为你是那种博上位的 对不起 没关系 但是 带头冤枉我的人 是不是也该跟我说一声 对不起啊 你 办公室里带头先传闲话的人 不是你吗 对不起 是我冤枉你了 行 那翻篇了 akkor 真够粗心的 出门不知道关键的吧 小哥你怎么不开灯呀 吓我一跳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知道我今天买了蛋糕 所以特意关灯 等着吹蜡烛是不是呀 小哥 今天是我们一个月的纪念日 我特意买了你最爱的蛋糕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 有 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呀 这是什么 你监控我 不是 小哥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 所以我才 所以你嘴上说给我自由都是骗我呢 你从头到尾都想掌控我 我只是爱你 我想了解你 这样我们才能永远都在一起 你这不是爱你这是心理变态 我们不合适 分手吧 分手 小哥 和你分手我会自杀的 你难道忍心看我再死一次吗 你又有死来威胁你 你嫌弃我 我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嫌弃我 今天是我们一个月的纪念日 我本来还想着我们可以一起吹蜡烛的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逼我 你逼我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反正 你都不要我 我不会同意分手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分手的就是要去找邓若南 你有病吧 跟邓若南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就立下自取说不会和我分手 否则我们就一起回掉 他教育 你太可怕了 今天今天最重要必须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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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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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樊小薇吗 我这里是中心医院 你的父亲出车祸了赶紧来一趟 喂 你爸伤在脑部情况非常严重 这样你现在就去交费 我们明天就安排手术 现在 可是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医生能不能再快些两天 这是医院的规矩我也没有办法 这样吧你先去筹十万 我们先把手术做了 后面的钱我们再想办法 小哥 小哥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什么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这两天你就搬出去吧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想得很清楚 说什么都没用 我也不想烦你 但小哥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分手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借我三十万 三十万 我不是太你的钱 是我爸出了车祸急需手术 我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 小哥 只要你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我保证不会再来烦你 我没有那么多 这都给你十五吧 剩下自己想办 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你去工作呀 你这么大一个人了 资历能力都没有吗 这弱难比你差远了你 好 我知道了 拿了钱两千吧 请问段若楠在这个公司吗 你怎么到这来了 我有话要对你说 什么话我们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别紧张我没想干什么 你护照忘带了我给你送过来 给我 哎 跟若楠在一块的男的谁呀 哎呦 这追求者都跑到公司里来送花了 我就说若楠不简单吧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两不耽误啊 还真是让人羡慕呢 哈哈哈哈 抱歉 不好意思 我能问一下是为什么吗 我已经被好几家公司给拒绝了 你的工作经验太少了 说我直言 你散了简历到哪都不好找工作 廉江的雪晶螺系 段若楠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你们同届哦 他也在我们公司上班 那不好意思我不应聘了 我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 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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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小薇 你怎么在这儿啊 若楠 你也在这家公司啊 我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我本来还担心自己不适应呢 哎若楠 你们两个认识啊 贝佳姐还叫我给你介绍呢 小薇啊 是我们的新同事 若楠 是我大学设计最好的朋友 我说你还真是 左脸贴右脸 一边不要脸一边要贴脸啊 这显然是你都忘了 别误会 我跟他不熟 更不是朋友 这不是朋友也好 这贝佳姐都跟我说了 策划部的正式港 只有一个名额 适用季节书之后 你们两个人 只能留下来一个 好 那就各凭本事说话 不能 不好意思 让你们看笑话了 他怎么这样啊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不过你们之前 到底发生什么了呀 我和他 在感情上有一点小误会 感情上 我跟你说啊 我一直都听说 他私底下有点乱的 他一直吊着我吴经理 前两天 我还看见一个高高碎碎的男生 来公司里找他呢 我都拍了照片呢 这个男生 是我的前男友 我想不到他和我分手 是为了人来找若南 什么你前男友 那他就是小三抢你男朋友了 小魏 你可得离世路人远一点 是啊 这也太漂亮了吧 是不是 这次衣服展会的彩妆部分 就有费价 然后香水付费要单独 再安排一个价区 由若南负责 吴经理 我能不能申请和若南一个组啊 我刚来公司其他业务也不太熟悉 我去给他打打下手 用不着 妙小 供不下您这尊大夫 衣服可是大品牌 你一个人 要是真出现什么事 你负责得了吗 我再说一次 这次展会对我们公司来说非常重要 特别是关系到几个大品牌的合作 希望大家都能够高度重视起来 结果 会进入到悦魔几项考核中 好了 大家都去忙吧 现在你的机会不来了 只要你把这次活动搞砸了 段若南他必定要做人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你可别忘了 我当时找你进公司的时候 你都答应过我什么 再说了 现在吴泽在追段若南 所以他肯定会以权谋私 偏袒若南 你觉得到时候走的是你 还是他 若南 来 喝杯咖啡吧 谢谢 你看我刚拍的 就算给我分手 你也没机会附和 热ะ 便 Being Shop 属于不舒服 我 Mansca 贖机 我不吃Rep ly 我 Parliament 快血 敌我来帮你把用不着 我只是想帮你 我跟你说了用不着 用不着 天哪 这可是春季的衣服新品 就只有这么一瓶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帮吗 段柔南我都看见了 是你把香水弄坏了 我为什么要故意上去香水 还不是因为他跟我抢 可人家明明就是想帮你啊 我我用得着他帮 现在还有一个小时候开展 你必须要对这件事 万能的票圈啊江湖救急 请问哪个大神有一副新品 混质香水的样品可以借给我 必有重些 你把房查了 说只有外环仓库还有货 我自己开车去去 柔南啊 你冷静一些 现在是交通高峰期 你光开车过去就要一个多小时 怎么可能来得及啊 是我疏忽了 我去找品牌方道歉 承担一切责任 柔南 你怎么会有 我之前正好帮一家网红公司做咨询 看见你的朋友圈 我赶紧联系他们老板帮忙 毕竟他们公司都是网红 谢谢啊 能包到你就好 那我先去忙了 去吧 我来说 我去吃 我现在也要吃 我去吃 这我就要吃 我 ainda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哥你别去他不会有事的小哥 北加姐屋总IS�buам跡 有人吗 若蓝 有人吗 路达 李箱 快帮我打开 路达 你怎么来了 我看小薇都回来了却不见你 肯定是他给我关这的 找去先找去 路达 我知道你在躲我 但我真的有话想跟你说 能不能给我五分钟 就五分钟 好吧你说吧 我和小薇分手吧 你要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别走 若南 我求求你 能不能看在我真心悔改的份上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想的很清楚 只有你能让我安心 能给我加的感觉 只要你答应 只要你答应和我重新开始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你觉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太晚了 早干什么去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李箱 认清现实吧 若南 我们四年的感情 你就这么狠心吗 我做不到 干什么 你干 你没事吧 若南 我以为你不见了 就带着吴总来找你 没想到你吗 这里是公司 还请两位注意一下场合 李先生 如果你要想谈私人情感 请离开去外边谈 吴总 怎么帮了你们的忙 不感谢反而过河拆桥呢 李先生 友情帮助是您个人行为 跟公司无关 若南 虽然你解决了问题 但还是给公司造成了不少的影响 按照规定 你应该受处分 客户都说若南办得好 哪里有什么损失 这是我公司的事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看你是一事找事 好了好了 我接受处罚 吴总 你来做什么 关于今天的事情 我有些话想说 希望吴总给我一点时间 说吧 若南和李萧在一起四年 他们的感情是你无法想象的 若南为了和李萧结婚 曾经多次向他求婚 你不知道吧 你跟我说这些 是什么意思啊 一方面 是出于普通人的善意 希望你不要错付了感情而受伤 另一方面 是出于下属的立场 希望你不要因为喜欢若南就处事不公 对我带有色眼睛 我只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公平的职场环境 希望吴总理解 这次下出品牌大库 要选择一个组负责人 为了公平起见 大家还是以方案取胜 而且公司现在也想培养新人 希望新机来的同事 可以积极参与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如果没有别的事 就散会吧 下出品牌大库 是咱们年后的大项目 当然 这个项目做好 直接影响转正了 吴总刚才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有进步负责 我还以为可以直接 小卫 你想要什么资料 你和我说我帮你 你一定要转正留下来 我可不想和那种人做同事 我说我说我 若南 你的夏日大库方案已经做好了吗 我们要不要一起讨论一下呀 我这边还有之前的一些方案 我们可以 不需要 各干各的 段若南 你懂不懂团队合作啊 就你了不起 别这样说 贝佳姐 若南能力强 能者多了 作为朋友我可以理解他 抱歉 首先我跟你不是朋友 还有 我的方案我自己能搞定 不需要讨论 谢谢 olf 好 好 感谢观看 下出的方案谁先来证实 我先来吧 好 我的方案为什么在你那 什么 凡小贵 你偷我方案 若南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这明明是我自己做的 若南 你可别为了竞争组长 就污蔑小贵呀 我们大家可都看见了 你根本不跟我们交流 怎么抄袭 若南 你有办法证明这个方案是你做的吗 你删了 没关系 我告诉你 这个方案是我做的 这里面的每一页 每一项内容我都非常清晰 你们都不信是吧 好 那我证明给你们看 如果 我对这个方案里面的每一项业务都非常的熟悉 那就证明你 透露我的方案 第三页 内容执行 我采取的是剧情号营销 找的大V合作 上面标有清晰的联系方式 第八页 是执行团队的名单 摄影团队 我找的是电视台的赵老师 你不是说这个方案是你做的吗 那你告诉我 赵老师都做过什么项目 他的联系方式又是什么 我 我不知道 现在 大家可以相信你 这个方案就是他 我不知道 是因为我请的根本就不是电视台的赵老师 我请的是新瑞摄影师 他叫Fly 在新媒体上很谎 执行方案我都写在里面了 不过也不是你说的第八页 而是十二页 不可能 还有 内容执行确实是在第三页 我采取的是账号导流 加传统线下活动的模式 若南 你看清楚 这和你说的并不一样 你为什么要严重 改我方案是吧 范晓菲 我怎么得罪你了 到底想要干什么 段若南 你别欺人太甚了 污蔑别人不成 现在还在这撒泼 你当公司菜市场啊 是啊 被打脸了还跳脚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怎样 当然是要赢你啊 为了赢我 你就能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范晓菲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你怎么会变成这么卑鄙的人呢 哈哈哈哈 我卑鄙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你知道我每天晚上自己一个人躺在家里等一个男人回来的滋味吗 你知道我偷了一万份简历都被拒绝的感受吗 你明白我缺钱缺到大半夜在马路上哭的感觉吗 要不是你和李小偶断思连 我怎么会失去稳定的生活 谁不是从底层一步一步上来的 何况我帮你去毁了晨晨的婚礼 然后你抢了我的 我现在都撑我的错了 是我让你去的吗 是你自作主招 你明知道我失恋了 还要把我带回你家里看你恩爱 我要你和我一样的感受 你是不是有病啊 不是我要和你争 是天都要我和你争 我注定要留在这个公司 我对你绝不会手软 我发现你是真有病 跟我这眼电影呢 所以你承认你投我方案了是吧 是又怎么样 你有什么证据吗 现在全公司都在帮我 谁会信你 我就是要告诉你 你能做到的事情 我也能 好 都是吧 我奉陪到底 欢迎今年下出大促一事 向我们负责人是 负责 为什么 简而言之 你跟小薇还需要成长空间 负责姐 我们都会全力配合你的 为什么是孙贝佳 会上都已经解释过了 你还想说什么 是因为方案吗 可真的是反小薇偷的我的 好 就算是我相信你 那别人呢 小薇做的方案跟你完全都不一样 你没有证据 是 我是没有证据 是我不甘心 若男 只是一个方案而已 你何必那么在乎输赢呢 你再这样闹下去 对谁都不好 还有啊 不要把私人恩怨放到工作上来 你最近为什么总是帮他 不是我偏帮他 而是要公平 若男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说到公平 我倒想问问你 你跟林萧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之前答应过我要给我机会不是吗 我就知道你对我 那天 是樊小薇把我反锁在仓库里我出不去 然后林萧突然出现了 我们俩起了点争执 然后你们就闯进来了 但是我跟他真的没有可能了 还有 我答应你的 我都记得 你相信我好不好 好 只要是你说的 我全都谢 对了 我这周末过生日 你要不要来一起聚一下 好啊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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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小薇 贝佳姐 我不想做了 我觉得我比不过我的 别呀 现在下出项目都是我负责了 你还怕他什么 我保证让你转正 稳稳的留在这个公司 谢谢贝佳姐 但是我感觉只要有吴泽在 我就赢不过段若男 怎么 他有吴泽 你就不能有吴泽了 你现在打击段若男的最好的办法 可能就是争取吴泽 可这不太好吧 这怎么不太好 他也单身 你也单身 大家都是公平竞争嘛 可是 我对吴泽 你一点也不了解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了解呀 吴泽家庭优越 他妈妈呢 原来是公司的大股东 虽然现在退居幕后了 但是在公司 势力依然还在 而且他之前来公司的时候 专门让我帮忙留意身边优秀的单身小姑娘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 意思就是我可以帮你呀 我觉得你就很符合吴妈妈说的那种优秀儿媳妇的标准 漂亮又温柔 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 编故事 妈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若纳 阿姨好 我之前跟你说的若纳 还还不想要 这什么样的人都往家里带 妈 说男人不是我的下属 他是我喜欢的 小子 我给你介绍个女孩认识一下 樊小薇 你怎么在这啊 我跟你说啊 小薇这不良我很满意 乖巧又懂事 你听说你的生日啊 这几天忙着脏了 还给我和你爸买了礼物 可太贴心了 你啊要好好谢谢人家 谢谢你啊 好了好了 那个谁 到那边给你们五总翻杯酒过来 就来一杯酒 这么多人你没见到吗 阿姨 我不是服务员 小泽 你听听你的下属还给我顶嘴了 阿姨别生气 我给你拿 若南别这样和阿姨说话 我怎么说话关你什么事 小泽我跟你说 以后别把这种没教养的人带到咱们家里来 阿姨 我来 是吴泽邀请我来替他庆贺生日的 我希望 大家对彼此都有起码的尊重 在教训我吗 妈 若南不是什么没有教养的人 他是我喜欢的人 以后也会是我的女朋友 小泽你说什么话 他配你做你的女朋友吗 妈 这个场合我想我还是不要继续待在这 好 我先走了 生日快乐 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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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这个女生果然一点家教都没有 我跟你说 以后不许跟他来往 阿姨 若南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走掉的 可能是有很重要的人找他吧 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你生日这么重要 他居然去找别人 他心中根本都没有你啊 没法你就别说了 我不想再听了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若南 阿姨好 看你吃出笨笨的 应该是你的下属吧 你也真是 什么样的人都往家里带 啊 他不是我的下属 小哥 你的若南可是都和吴总建家长了 你再不把握机会就再也没进 若南 我好难受 我进医院了 气死我了 我真不知道这个女人给小泽下了什么迷婚堂 让他整天神魂颠倒的 若南 确实比较招男孩子喜欢 不行 我绝不让小泽上了这女人的圈套 小魏 你啊 也要使把劲才行 过一会儿 你帮我多劝劝他 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阿姨 吃不好吧 我知道你是我的好姑娘 贝加也跟我说过 你是水云集团的千金 我知道小姐现在是 让你有点委屈 不过我跟你说 你是我最满意的儿媳妇人选 我绝不让小泽跟那些不三不适的女人交往 你啊 就帮我多劝劝他 那好阿姨 那我试试吧 你现在在哪啊 好想你 你快回来吧 小哥你没事吧 你喝吧 你多吵下去 初男 初男 初男你回来了 我头特晕 刚刚不是新烤腾吗 对 胸口也痛 头也晕 我好难受啊 新电图血肠规全查了 没有问题 这一看 这一看 小哥 你到底搞什么呀 我是真难受 我 还演是吧 行 你难受就是报告出问题了 我现在就去找医生给你扎俩 别别别别 我就是不想你跟吴泽待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我跟吴泽待在一起 那你别管 我只知道 如果你不在乎我的话 你是不会收到我的短信 你就立刻赶来找我的 老男 你心里还有我的 我打开 李向 我再很认真很认真地跟你说一遍 咱俩 从你出轨那一刻开始 就不可能了 我今天未来 完全是看在我们之前几年的情分上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手段欺骗 不然你在我的心里 永远都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大骗子 哎 若男 若男 对不起啊 我刚喝多了 没事 我是看你晚上不太高兴 就上来看看你 谢谢 没事 好 小泽 开门 你那个下屎又来了 长男 你怎么来了 泽 非逼 若我没开二度估计仇事是吧 你要要不要脸了 若男你为什么要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我说呢 李肖突然装病 连手算计我是吧 我告诉你 再给我耍这种手段 信不信我死了你的脸 你的妈妈好不好 我闹了 我闹什么了 你告诉我 他大半夜为什么在你房间 你是在质问我是吗 那你刚刚又说李肖做什么 你离开就是为了找李肖是吗 我为什么离开你自己心里没说吗 李肖给我发消息说他受伤了在医院 我才过去看看的 他受伤了你就要去看他 那是不是说明你心里还有他呢 菲哥 若男是什么样的人 你现在心里清楚了吧 是不是那一巴掌扇得不够疼啊 若男 听我解释好吗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也喜欢这样的是吧 行 祝你幸福啊 若男 你现在是追不上他的 若男真有这么好吗 是 他很好 今天你脸上的伤 我替他跟你说声道歉 他却没有误会 才冲动伤了你 你要怪就怪我 不要怪他 我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既然你这么同情达理 那我就直说了 我喜欢的是若男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独特的女孩 所以我不想让他误会 我也不想让他难过 今晚的事 就是因为我合脱了 还好我就醒得快 要不然就会酿成大错了 今天晚上 是阿姨让我 我知道 我知道我妈非常喜欢你 我不知道你跟我妈达成了什么约定 但是我想告诉你小伟 你的心里只能留下他一个人 如果以后 不再发生类似今晚的事情 我们在公司 还会是很好的 同事 我一定会来不懂 God 我假讨我 你回了 你回答案 你不要尽量 上哪了 你干嘛跟来 我不来你这样了怎么回去 我不用你管 哎 祖南你别逞强了 那个秀吴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要是真的爱你 他能看你这么狼狈的离开吗 行了你也别假惺惺的了 我说了不用你管 哎 哎 好 你幹什麼 我只是不想看你受委屈 小魏你臉怎麼了 沒事 周末在吳總生日會的時候 不小心弄破了 聽說段若楠也去了 不會是他又欺負你了吧 沒有 是我不好 是我看到他主動 親吳總的臥室 所以我就 這麼主動 果然靠男人尚未習慣了 之前搞顧紅 現在又搞舞蹈 真是不行 若楠 你幹什麼 凡小微 我昨天就警告過你 如果再讓我聽到你胡說八道 我就毀了你這張臉 不好意思 今天順手拿了杯冷水 但我保證下次 他一定是鬼痛的時候 若在吳總生什麼 我跟若楠之間的事情 一直都是我在追求他 小微 周末的時候我們已經聊得很清楚了 我希望以後不要再聽到這樣的謠言 都聽到了吧 事實就是像吳總說的那樣 沒有什麼我勾引男人的破甩 反小微才是舔著臉主動追上去的 啥意思呀 不知道啊 明顯就是了小微姐遭遙啊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開會去吧 你也去洗漱一下 今年下出品牌大醋 第一季段完成的非常好 品牌方那邊 蔣林是加一個直播活動 除了被加主負責之外 還要再挑選一個直播環境的負責人 按照老規矩 各自做方案有能者舉止 又是這麼方案 不想做方案也行啊 那你就給直播拉贊助 只要是能給活動增加曝光量 就都可以 啊 這不是更難嗎 你用這個方案的期間 還不如多想想辦法 我想問一下 拉贊助是指給直播活動招商嗎 可以這麼理解 對於我們來說 多拉一個品牌方進來 就降低了成分 對於品牌方來說 在兩個不同領域的品牌 在同一場活動中相互引流 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曝光量 可以達到雙贏 但是要注意 一定不能是競品 進 進 吳總 這是我做的直播方案 還有 我為直播找了一家紅酒商 叫龐八度 正在接洽 有消息會來向您匯報的 沒什麼事我先走了 吳南 你就沒有什麼別的想跟我說的嗎 工作說完了 我不知道還要說什麼 那天的事 你就不打算跟我解釋一下嗎 你有沒有搞錯 該解釋的人是你吧 那天我跟小薇之間就是場誤會 但是你跟李霄呢 共處一室 一山不整是誤會 那我跟李霄姐 就是評委相逢 好 那她為什麼要來接你 我懶得跟你解釋 你愛心就心 不信拉倒 還有事嗎 沒事我走了 若南 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錯 你就原諒我吧 好不好 你真誠點 好 既然要我真誠 我就把房小櫃開掉 可以嗎 吳總這麼公私不分的 你就原諒我嗎 行吧 放你一碗 小薇 怎麼了 這些都不喜歡吃嗎 沒有 阿姨你多吃點 有心事啊 來 跟阿姨說說 阿姨 我想辭職了 為什麼 吳澤因為那天的事情 很不高興 所以最近一直不待見我 哦 有這是嗎 而且段若南 一直在吹耳邊風 吳澤覺得就是我 故意挑撥 我覺得我連試用期 都過不了 又是這個段若南 她還真是個心機女 哎 小澤也是的 以前挺聽家裡人的話 現在被這個女人搞得神魂顛倒的 阿姨你知道的 我是真的想好好工作留下來 這樣也有更多的時間去和吳澤相處 讓她知道我不是那樣的人 哎 我聽說你爸媽的水雲集團 不是正在遭 網告代言嗎 你可以找他們幫忙啊 阿姨你知道的 我出來打拼就是不想靠家裡 我不想和他們說 嗯 有志氣 那有什麼需要 阿姨幫你 阿姨 你認識旁八度紅酒的負責人嗎 還真巧了 他們的李總是我的好朋友 回頭 我給你打個招呼 真的 那太好了 謝謝阿姨 哎呀 不用謝 阿姨 好久都沒有遇見 這麼投演員的女孩子了 你呀 以後就做我們吳家的兒媳婦吧 這次的方案 若男做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意義 直播活動的負責人就是 吳總 我申請成為直播負責人 龐八度 大排紅酒啊 經過我的努力 龐八度品牌已經同意入住我們 下出大醋直播活動 而且願意用最低價給我們新產品 原來是你 我說我怎麼跟龐八度聊得好好的 對方突然沒消息了 是你在跳我單 若男 你又冤枉我了 我怎麼知道你聊的是這個品牌呢 就是 你別自己做得好就老怪別人 小薇 你可真厲害 我聽說他們這個新品白玫瑰天使 很難談下來了 我聽說他們這款酒一直是供不應求 吳總 按照我們之前聊的競爭規則 小薇給公司帶來了直接利益 我覺得他比若男更合適 吳總 我在對接這個品牌很早就跟你匯報了 但把事情辦成的是我 你說對吧 吳總 吳總 若男 若男 你聽我說 還有什麼好說的 是你言而無信吧 明明知道樊小薇耍了手段 不但不足智 還讓她成了負責人 小薇這次確確實實拿到了賞單 這個是實大實的成績 我不能因為個人恩怨就在工作上讓步吧 個人恩怨 你覺得我在故意為難你是嗎 你搞搞清楚是凡小薇跳單在先 你先別那麼激動 你這個也只是猜測不是嗎 你又不信我 若男 我不是不信您 我雖然是你的追求者 但是我也是這個公司的管理者 我也有我的立場啊 好 你有你的立場 那我也有我的 不肯幫我是吧 我自己幫自己 若男 你 怎麼是你 你搶了若男的單子 若男 你聽我說 還有什麼好說的 是你言而無形吧 明明知道樊小薇耍了手段 不但不阻止 還讓她成了負責人 我警告你 不要再殺害若男 否則你爸治病的錢 我一分都不會給你 你威脅我 反正你想清楚 只要你不跟若男爭 除了剩下的五萬 我可以再給你五萬 我還聽說 你拿謊話騙 吳澤他媽 說什麼水雲集團的千金大小姐 商單我退出嗎 我爸的醫藥費一分也不能少 還有水雲集團的事情你要保命 我還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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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我在负责跟进的 我也问过九生 你是靠着吴泽妈妈的关系 才判上他 行了 我退出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主动退出 现在直播这个项目由你付 庞巴杜也还给你 我已经向吴总发过邮件 告示过了 现在你满意 我这么好奇 又在打什么主意 我发现你这个人也真够好笑了 东西是你要的 给你了你又怀疑了 还有没有 柔南 你现在应该拿回属于你的项目了吧 你放心 小魏不会和你争了 明天的直播就按这张表去陈列 千万别忘了检查 电源有无故障 还有直播间的音响 是否都无误 柔南 你在这干什么 这是小魏的火 我现在是这场直播的负责人 这当然是我的火 樊小魏没告诉你 她退出了 什么 大家都在啊 来喝饮料 小魏 刚刚柔南说出这场直播 大家负责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大胆说 是不是她逼你了 是 是我的问题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 怕扛不住 所以就主动提出让乌尔南负责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以后有什么问题 大家就听她安排 来喝饮料 贝佳姐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桂花拿铁 好 来贝佳姐 好了 大家多有点心 明天的直播活动一定能圆满成功 若南 你出来一下 你们先忙着 我收到一封邮件 凯小薇说她要退出这次活动 想把负责人的位置让给你 你怎么看 很好啊 她既然愿意把机会让出来 那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抓住 既然是机会 她为什么要给你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该不会觉得我威胁她了吧 在你眼里 我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希望我的下属之间能够公平竞争 不要因为一些商业利益就 既然是下属 那吴总 我要继续去布置直播活动了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还有 既然我现在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那我就会负责到底 你真的以为她会自愿把这个机会给你吗 要我来这干什么 裴佳姐 我这次真的不想和若南争了 不争 你一句不争就不争 你把我放打了 你忘了我找你进公司的原因了 没有忘记 你要借我的手告诉若南 你记得就好 那你还敢说退出就退出 你知道拿到这个机会有多不容易 裴佳姐 你就这么讨厌若南 当然 从他来的第一天就讨厌 我就是要让他不好过 一句话 你到底帮不帮我 爸 当然要帮 所以我才叫你来 什么意思啊 嗯 你说直播要是搞砸了 负责人会怎么样呢 也就不过 我妈妈是一样 优优独播 他们在场上 说 好 你们 这怎么回事 肉男这怎么办 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没事 我们去隔壁 怎么回事 很气大 肉男你说什么呢 这直播能进行多好 我怎么会气呢 是吗 不知道 看完这个之后 还会不会怎么想 这什么 一出 好戏 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跌倒两次 我早就在直播间 装好了监控 就等着我们上钩了 想不到二位 挺给面子的 监控 樊晓威 孙贝佳 如果这件事情 你们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就只能按规章处理了 吴总 都是贝佳姐这是我做的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樊晓威 你把所有事情都吹到我头上了 贝佳姐 我没有骗人 明明是你昨天和我说 你恨若男的 吴总姐 这次我真的不想和若男争了 不争 你一是不争就不争 你把我放打 你忘了替我找你进公司的原因吗 我没忘 美佳 事已至此 明天这件事情我就会上报 你就等着停止走人吧 贝佳姐 贝佳姐你听我解释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是我小看了你 竟然出卖我 贝佳姐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 好一个没有办法 连录音都准备好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是干什么 贝佳姐 录音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是我做的不好 但我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一张底牌 而且我也是为了你 别闹了 为了我 是啊贝佳姐 你想啊 这件事情已经被发现了 与其我们两个人都受到处罚 那不如至少保住一个人 而且以你的资历和人脉 你一定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 但我就不一样了 我要是被发现 我一定会被开除的 别说 无论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相信你了 卑嘉姐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但你一定要相信我 卑嘉姐 我一直把你当亲姐 而且我走了以后 谁来帮你做事呢 你一定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 对不对 我再相信你一次 可以 但你必须给我搞走段若南 你要搞不走他 走的就是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现在能救我们的 就只有一个人 我再看到你 też有点 丝观看 很效果 我认为是 是 说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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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涅 香 我讨 识